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二十八次升迁 驰骋政坛五十三年 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陈廷靖的老家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的皇城相府 陈氏家族几代人都生活在这里 陈廷靖的故居就是皇城相府中名为大学市地的院落 来参观的游客都会发现 大学市地竟然修建的跟北京的紫禁城十分相似 在清朝把自己的宅院修得像皇宫 可是忤逆的大罪 一生严谨的陈廷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呢 皇城相府包括内城外城两部分 总占地十多万平方米 保存十分完好 是中国清代北方第一明清巨宅 内城建成于明末时期 具有典型的山西建筑特色 卖城完工时间是康熙三十八年 也就是公元1699年 整体造型很像是一个缩小版的紫禁城 为什么说陈廷靖的故居像是紫禁城呢 原来在古代北京的建成史上 城市规划都是按照皇宫为中心左右对称的特点来建造 有很多建筑都建筑在对称轴上 又称为中轴线 而紫禁城位于北京的正中间位置 中轴线穿过皇城正中 也就是穿过紫禁城中三大殿 这与山西的皇城相府极为相似 皇城相府分为内城和外城两部分 陈廷靖的故居位于外城位置 与紫禁城同样近似长方形 紫禁城三大殿之一 居中的中和殿是皇帝每年祭祀的地方 皇城相府建筑同样以陈氏祠堂为中心 作为观宅 皇城相府和紫禁城一样 院落坐北朝南 布局为前殿后院 紫禁城外北京城被城墙环绕 皇城相府也是内外两道城墙 同样高十二米 所以老百姓们把皇城相府看成微缩的紫禁城 也是情理之中的 陈廷靖在山西盖了个和紫禁城差不多的宅院 其因源于他的母亲张氏夫人 在老家一直等不到儿子回来 茶不思饭不想 而又不敢让儿子向皇帝请假 所以张氏夫人下定决心 自己打点行装去北京看儿子 陈廷靖得知了母亲要来北京的消息 一下子着急 想方设法要把母亲留在山西 这又是为什么呢 陈廷靖的母亲在陈廷靖做了警朝的大拐以后 他母亲就想到北京去看一看儿子 想去拽一拽 去景城里面看看景城是什么样子 陈廷靖知道这个事以后啊 他自己想 他说我母亲年纪已经大了 来北京的时候 在路上要走差不多两个多月 这个风还火了呀 有时候害怕老人承受不了 他就跟他母亲说 我跟你修个大拐月 要跟我在北京工作 这个地方差不多 你就在就可以看一看也一样 听了陈廷靖的劝说 张氏夫人这才打消了去北京的念头 接下来的日子 张氏夫人就是看着这些从京城来的工匠们 能给盖出一个什么样的房子 没过多久 按照陈廷靖的意思 一个复制他在北京的住所以及办公地点的院落就开始动工了 也就是今天皇城相府的大学市地 高大的院墙 厅堂的布局 确实是和北京的紫禁城有着几分相似 张氏夫人每天都会在院落里逛一逛 还将儿子陈廷靖的书画作品摆放进厅堂里 在中院东方啊 正中墙上悬挂着一轴陈廷靖最著名的书画作品 您能想到吗 他竟然是陈廷靖写给弟弟的一封劝退信 这幅名为《池上篇》的书画作品写道 十亩之宅 五亩之园 有水一池 有竹千干 物为土侠 物为地偏 足以荣兮 足以西间 悠哉悠哉 终老其间 看到这里 您能猜得出陈廷靖 为什么会用几句歌谣式的文字 来给家人回信吗 陈廷靖当时有个市地叫陈廷树 他在河北武岸做了执行以后 人们都称他为陈廷田 陈廷树作馆完了以后 五年任期到了以后 他就想让在景城的大哥陈廷靖 给他在景城文革以外拜承 收到四弟陈廷树的信以后 陈廷靖十分苦恼 把四弟引荐到北京谋求个职位 对陈廷靖来说不是难事 可是这种走后门的方法 要是被皇帝知道了 不仅是陈廷靖自己的官职难保 家人恐怕也都会受到牵连 陈廷靖左思右想 最后便写了这封委婉的家书 持上篇的原作者是唐代大师人白居易 陈廷靖稍加修改就寄给了弟弟 信的大意是这样 在我们的老家有十亩地的住宅 五亩地的花园 还有一泉水在院子中间 弟弟你不要嫌弃我们的家乡偏远 这么大的宅院足够我们生活了 出门在外不管多少年 最终还是要回到老家移养天年 在家中读书写字 饮酒谈唱 我认为这才是真正逍遥的日子呀 陈廷靖在这封家书中 通篇都没有明确拒绝弟弟的请求 但每一句话都说出了 他希望弟弟回乡赡养父母的心声 最后陈廷素也听了哥哥的话 辞官回乡 陈廷靖虽然不能亲自侍奉父母 但是弟弟能替他尽一份孝心 陈廷靖心里也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慰 大学势地建成以后 由于村里的老百姓谁都没去过紫禁城 看见陈家气派的大宅子 也就认为紫禁城就是这样子的 到后来竟然演变成了 陈廷靖在家里盖皇城 最后陈廷靖要谋反的消息 竟然从山西一路传到了京城 传到了康熙皇帝的耳朵里 陈廷靖的这份孝心 就要给他引来杀身之祸了 消息刚刚传到皇帝耳朵里的时候 康熙皇帝完全不相信 陈廷靖可是他最敬重的老臣 为朝廷服务几十年 不可能会出这种忤逆的事情 可是消息传得越来越广 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多 康熙皇帝心里也开始有些怀疑 陈廷靖修建小紫禁城的事情 都传得有没有眼 难道是真的吗 康熙皇帝决定借着西巡的机会 去山西一探究竟 而陈廷靖得知了皇帝怀疑 在老家盖皇城 还要准备亲房家宅的消息 陈廷靖也有些惶恐 陈廷靖怕解释不清楚盖房的意图 也担心一些谗言 会最终让康熙皇帝迁怒于自己 这可怎么办 陈廷靖在北京心急如焚 自己多年的明节 恐怕就要毁于一半 可身在千里之外 又怎么能化解这场危机呢 情急之下 陈廷靖想出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用黄泥图成墙 传言说 陈廷靖盖皇城 那不如就把传言中的黄变成黄 而且在短时间内 也没有其他更周全的办法了 陈廷靖就连夜给老家写了一封信 让家中所有壮丁 连夜把外城的所有城墙 用黄泥巴喷洒一遍 务必将整个城墙涂成黄色 康熙皇帝在喜巡的时候 就下来到了阳城 然后到了这里以后 他就换了个 成了个小毛驴 他就坐上厮房 到这的时候 这个黄城了 这个地方了 他这个陈廷靖守这个宅月了 还没有外公 他就转着这个城墙走一转一转 康熙 看了开 这个贼也不是太大 他无非就是小了个小城墙 比起我北京那个故宫的 那接着是铁上干地下的 这怎么能说 老城是有魔法之心 事情平息以后 康熙皇帝严成了几个捏造传言的官员 也找到了陈廷靖 问他 民间对你议论纷纷 说你盖黄城 朕还是想听听你的解释 陈廷靖听了以后 扑通一声跪下 说道 陈的老母亲在山西老家生活 已经多年没有见过陈了 他本想进京见我一面 可我担心老母亲 经受不住舟车劳顿 就依着京城建筑的样子 盖了个大院子给他 此事是个误会 陈从来没有过忤逆之心 了解了陈廷靖山西老家的情况 特设陈廷靖以后 在陪同康熙皇帝寻访的过程中 可以转路回家探望父母 以缓解家人的思念 后来 康熙皇帝给陈廷靖的居所赐名相府 山西当地的百姓们又结合陈廷靖黄土屠城墙的故事 就把整个城市大宅都叫做黄城相府了 一直到近些年来 山西人为了纪念康熙皇帝 曾经巡游过陈廷靖的家 才不再使用黄颜色的黄城相府 改名为现在的黄城相府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国宝档案官方微博微信 好 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